第四节 和解 第377条 适行和解 第一项 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 得随时适行和解 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义得为之 第二项 第三人经法院之许可 得参加和解 法院认为必要时 亦得通知第三人参加 第377条之一 两兆当事人申请和解及和解方案之订定 第一项 当事人和解之意是以甚接近者 两兆得申请法院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于当事人表明之范围内定和解方案 第二项 前项申请应以书状表明法院得定和解方案之范围 即愿遵守所定之和解方案 第三项 法院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 依第一项定和解方案时 应斟酌一切情形 依恒平法理为之 并应将锁定和解方案 第四项 于其日告知当事人 记名笔录或将和解方案送达之 第四项 当事人已受前项告知或送达者 不得撤回第一项之申请 第五项 两兆当事人于受第三项之告知或送达时 视为和解成立 第六项 依前条第二项规定参加和解之第三人 亦得与两兆为第一项之申请 并适用前四项之规定 第三百七十七条之二 当事人依照申请和解及和解方案之提出 第一项 当事人有和解之望 而依照到场有困难时 法院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得依当事人依照之申请 或依职权提出和解方案 第二项 前项申请 以表明法院得提出和解方案之范围 第三项 依第一项提出之和解方案 应送达于两兆并限其命为是否接受之表示 如两兆于其限内表示接受时 视为以依该方案成立和解 第四项 前项接受之表示 不得撤回 第三百七十八条 适行和解之处置 因适行和解或定和解方案 得命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场 第三百七十九条 和解笔录 第一项 适行和解而成立者 应作成和解笔录 第二项 第212条至第219条之规定 于前项笔录准用之 第三项 和解笔录 应于和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内 以正本送达于当事人及参加和解之第三人 第四项 依第377条之一或第377条之二 视为和解成立者 应于十日内将和解内容及成立日期 以书面通知当事人及参加和解之第三人 该通知视为和解笔录 第380条 和解之效力与继续审判之请求 第一项 和解成立者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 第二项 和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 当事人 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 第三项 请求继续审判者 应缴纳第84条第二项锁定退还之裁判费 第四项 第502条及第506条之规定 于第二项情形准用之 第五项 第五篇之一 第三人撤销诉讼程序之规定 于第一项情形准用之 第三百八十条之一 得为执行民意之要件 当事人就为声明之事项 或第三人参加和解成立者 得为执行民意 第五节 判决 第三百八十一条 终局判决 第一项 诉讼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 法院应为终局判决 第二项 命合并辩论之诉讼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 应先为终局判决 但应适用第205条第三项之规定者 不在此限 第三百八十二条 一部终局判决 诉讼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 其一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 法院得为一部之终局判决 本诉或反诉 本诉或反诉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 法院得为法院得为法院 法院得为中间判决 法院得为中间判决 第二项 诉讼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 法院得判决 第三百八十四条 或舍弃判决 或舍弃认诺判决之判决书之制作成事 第一项 法院议得于宣誉宣誉或认诺判决时 命将判决主文所裁判之事项及理由要领 记载于延迟辩辩论笔录不另作判决书 其笔录正本或解本之送达与判决正本之送达有同一之效力 第三项 第两百三十条之规定 于前项笔录准用之 第三百八十五条 一照辩论判决 第一项 延迟辩论其日 当事人之一照不到场者 得依到场当事人之申请 由其一照辩论而为判决 不到场之当事人 经再次通知而人不到场者 并得依职权由一照辩论而为判决 第二项 前项规定 于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个人必须合一确定者 延迟辩论其日 共同诉讼人中一人到场时 亦适适用之 第三项 如以前为辩论或调查证据或未到场人 由准备书状之陈述者 为前项判决时 应斟酌之 未到场人以前声明证据 其必要者并应调查之 第三百八十六条 不得依照辩论判决之情形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法院应以裁定 驳回前条申请 并展言辩论其日 第一款 不到场之当事人 位于相当时期受合法之通知者 第二款 当事人之不到场 可认为系天灾或其他正当理由者 第三款 到场之当事人 与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之事项 不能为必要之证明者 第四款 到场之当事人 所提出之声明 事实或证据 位于相当时期通知他造者 第三百八十七条 不到场之拟制 当事人于言辞辩论 其日到场不为辩论者 视同不到场 第三百八十八条 判决之范围 除别有规定外 法院不得就当事人 为声明之事项 为判决 第三百八十九条 应依职权宣告 假执行之判决 第一项 下列各款之判决 法院应依职权宣告 假执行 第一款 本于被告认诺所为之判决 第三款 就第四百二十七条 第一项至第四项 诉讼适用检疫程序 所为被告败诉之判决 第五款 索命给付金额或价额 未遇新台币50万元之判决 第二项 计算前项第五款价额 准用关于计算诉讼标的价额之规定 第三项 第三项 第一项 第一项第五款之金额或价额 准用第四百二十七条 第七项之规定 第三百九十条 因依申请宣告假执行之判决 第一项 关于财产权之诉讼 原告市民在判决确定前不为执行 恐受难于抵偿或难于计算之损害者 法院应依其申请宣告假执行 第二项 原告成名在执行前可供担保 而申请宣告假执行者 虽无前向市民 法院应定相当之担保额 宣告公担保后得为假执行 第三百九十一条 宣告假执行之障碍 被告市民因假执行 恐受不能回复之损害者 如系第三百八十九条情形 法院应依其申请 宣告不准假执行 如系前条情形 应宣告驳回原告假执行之申请 第三百九十二条 负条件之假执行 或免为假执行之宣告 第一项 法院得宣告 法院得宣告非经原告 预公担保 不得为假执行 第二项 法院得依申请或依职权 宣告被告预公担保 或将请求标的物提存 而免为假执行 第三项 依前项规定预公担保 或提存而免为假执行 应于执行标的物拍定 变卖 或物资交付前为之 第三百九十三条 假执行之申请时期 及裁判 第一项 关于假执行之申请 应于延迟辩论终结前为之 第二项 关于假执行之裁判 应记载于裁判主文 第三百九十四条 补充假执行判决 法院应依职权宣告 假执行而未为宣告 或忽视假执行 或免为假执行之申请者 准用第两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第三百九十五条 假执行宣告之失效 第一项 假执行之宣告 应就本案判决或该宣告 有废弃或变更之判决 自该判决宣誓时起 于其废弃或变更之范围内 施其效力 第二项 法院废弃或变更宣告 假执行之本案判决者 应依被告之声明 将其应假执行 或应免假执行 所为给付 及所受损害 于判决内 命原告返还及赔偿 被告未声明者 应告已得为声明 第三项 仅废弃或变更 假执行之宣告者 前项规定 于其废弃或变更本案判决之判决适用之 第三百九十六条 定履行期间 即分次履行之判决 第一项 判决所命之己付 其性质非常期间不能履行 或斟酌被告之近况 兼顾原告之利益 法院得于判决内定相当之履行期间 或命分其己付 经原告同意者 亦同 第二项 法院依前项规定 定分次履行之期间者 如被告迟务一次履行 其后之期间 亦视为亦已到期 第三项 履行期间 至判决确定或宣告假执行之判决 送达于被告时 起算 第四项 法院依第一项规定定履行期间 或命分其己付者 于裁判前 因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 第三百九十七条 情势变更法则 第一项 确定判决之内容 如尚未实现 而因延迟辩论 终结后之情势变更 依其情形显示公平者 当事人得更行起诉 请求变更原判决之己付 或其他原有效果 但以不得依其他法定程序 请求救济者为限 第二项 第二项 前项规定于和解 调解或其他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者准用之 第三百九十八条 判决判决确定之时期 第一项判决于上诉期间届满时确定 但于上诉期间 但于上诉期间内有合法之上诉者 主期间届满时确定 第二项 第二项 不得上诉之判决于宣誓时确定 不宣誓者于公告时确定 第三百九十九条 判决确定证明书 第一项 当事人得申请法院 赋予判决确定证明书 第二项 判决确定证明书 由第一审法院赋予之 但卷宗在上级法院者 由上级法院赋予之 第三项 判决确定证明书 应于申请后七日内赋予之 第四项 前三项之规定 于裁定确定证明书准用之 第四百条 即判立之客观范围 第一项 除别有规定外 确定之终局判决 就经裁判之诉讼标的 有计判立 第二项 主张抵消之请求 其成立与否 经裁判者 以主张抵消之而违宪 有计判立 第四百零一条 计判立之主观范围 第一项 确定判决 除当事人外 对于诉讼系属后 为当事人之寄寿人者 即为当事人或其寄寿人 占有请求标的物质者 亦有效力 第二项 对于为他人而为原告 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 对于该他人亦有效力 第三项 前两项之规定 与假执行之宣告准用之 第四百零二条 外国法院确定判决之效力 第一项 外国法院之确定判决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认其效力 第一款 依中华民国之法律 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 第二款 败诉之被告未应诉者 但开始诉讼之通知或命令 已于相当时期在该国合法送答 或依中华民国法律上之协助送答者 不在此限 第三款 判决之内容或诉讼程序 有被中华民国之公共秩序 或善良风俗者 第四款 无相互之承认者 第二项 前项规定 于外国法院之确定裁定准用之 第二项规定